贩卖金圈太子爷的行踪被他妈抓住 他不仅不追究 还花五百万让我是尖他 要求事务巨细的跟他汇报 我每天都给他发消息 你儿子中午吃了新疆炒米粉 你儿子上课看海绵宝宝 你儿子洗完澡围着浴巾在阳台吹冷风 你儿子进卫生间一个小时了 疑似便秘 建议多吃青菜 后来太子爷打到我 冷笑一声 卫生间的用途可不止这一个呀 你想知道吗 你 是有刷校园墙时 发出一阵惊呼 天哪 审时真是金圈太子就算了 还长得这么帅 死前谈一个这样的 另一个是有白了他一眼 不要试图立这样的flag获得永生 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多少女生打他的主意吗 我心念一动 连忙打开手机 刚好刷到那个帖子 上面有一张模糊的照片 昏黄的路灯下 穿着黑色冲锋衣的男人身姿挺拔齐长 他低头看手机 露出精致分明的侧脸线条 合而猛爆炸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个顶流明星的路透 室友叹了口气 可惜偶遇的几率太小 我朋友甚至想花钱买他的行踪 触发关键词 我脑子里的雷达顿时嗡嗡作响 很难遇到吗 我怎么感觉天天见呢 我每天早上八点离开学校 会在门口的咖啡厅看到他 下午在桌球俱乐部结束兼职时 经常跟他措身而过 晚上出来买个夜宵还能忧郁一次 现在看来 这不就是天赐商机吗 要是把他的行程卖给其他人 这得赚多少啊 我立马爬上床 做了个金圈太子爷行程表 结合金融系的课表 调动记忆标注了几个最常遇见的地方 大功告成后 我一把掀开帘子 我认识一个大师 确定人的方位有一套的 你朋友需要吗 是有表情呆滞 真的假的 我没把话说死 80%的准确率吧 放心 不准标钱 行 那你把联系方式推我 这天开始 一传实实传百 我的名号就这么打出去了 我的小号每天久久加的消息 转张说我脸都快笑出金了 果然 这才是最适合我的大四十席 接连一个星期 咖啡厅和桌球俱乐部客流量突然激增 我挥挥手 深藏公寓名 结果没几天 阴沟里翻船了 二 咖啡厅里 我和沈世琛他妈面面相去 桌上摆着我的个人资料和聊天记录 沈母一身雍容华贵的气度 外加烈焰红唇 你看就不是好相处的 你叫江江 我连忙认怂 都是我的错 要不我把赚的28000全给您 他表情烈了烈 就卖了28000 我愣愣点头 试探道 少了 当然少了 我儿子就值28000 买太谁呢 我看你挺适合这行的 给你500万 从现在到毕业帮我盯着他 要事无巨细的跟我汇报 我 啊 沈母高贵冷艳的瞥了我一眼 嫌少 那再加100万 另外任何必要支出都可以报销 我瞬间起身 桌子一拍 眼神坚定的要上战场 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您会掩饰猪 这活我一不容辞 沈母 沈世家大业大 要盯着继承人防止他学坏吗 我懂 辞掉尖之后 我开始了360度无死角的时间之路 只要他走过的地方 树上 墙角 石头后 都会露出一双阴暗的眼睛 晚上的学校小树林 沈世春察觉到了什么 猛的回头 却发现 身后空无一人 一阵风吹来 卷起地上的一片落叶 他原地站了一会 又面无表情的继续往前走 人走远后 我才从灌木丛里爬出来 把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生吓得尖叫 我热情的打招呼 哦哈哟 学弟 学弟 他闭上眼 直直往后倒 我姗姗一笑 年轻就是好 倒头就睡 三 几天后 沈世春被终于被无处不在的注视感 逼得搬出了学校 晚上 我拿着望远镜 眺望对面亮着灯的屋子 邪魅一笑 没用的 你是躲不掉的 我会一直是尖你 永无止境的是尖你 没有尽头的是尖你 你上厕所 你换衣服 你入睡 你的每分每秒 我都在看着你 沈世春 你是最重要的 就连你拉的 呦 我都能大口大口的呦 这真不行 担家后 时间变得更容易了 我只需要跟他保持同步作息和行程 再找个地方掏出手机 跟沈母汇报 你儿子中午吃了新疆炒米粉 你儿子上课看海面宝宝 时间久了 我不仅对他的口味了如指掌 甚至能猜到他每天要穿哪套衣服出门 但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沈世春渐渐变得有些奇怪 他开始喜欢在阳台锻炼 晒太阳 甚至喜欢早孩 我拿着望远镜的 手有些发抖 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 那仅是有力的六块腹肌 浴巾松松垮垮地围在腰间 性感的青筋延伸进神秘处 再往下 眼泪不争气地从嘴角流了出来 我拿出手机 照例给沈母汇报 你儿子洗完澡围着浴巾在阳台吹冷风 想了想我又加了一句 可能会感冒 你要不要提醒一句 沈母沉默了一会 行为艺术不用管 我萌萌点头 感动得含泪下饭 沈世春可真是男菩萨呀 这样一来 枯燥的时间生活有盼头多了 四 这天周六 沈世春似乎特意打扮了一番出门 我一路寻找掩体蹬在他身后 结果来到了一家室内出名的高端会所 我心里顿时激动不已 终于抓现行了 不花天酒地还叫附加子地吗 这才是我时间这么久的意义呀 沈母让我跟进去 一应酒水之初由他报销 我高兴了声音都在抖 那什么 点南模也报销吗 沈母 不许 我只能遗憾地暂时放弃这个计划 一路跟到了三楼 我看到沈世春进了某间包厢 我躲在墙角后将冒岩拉低 深吸了一口气 刚想装作走错路 推开门看一眼 下一秒 伊领被人提了起来 耳畔响起低沉好听的嗓音 抓到你了 似乎还带着笑 但在我听来完全不亚于催命符 手机还没来得及细屏 就被只骨骼分明的手拿了起来 我下意识想跑 却被他拽进一个空包厢 咔嚓 门被锁上 沈世春的脸隐溺在阴影中 看上去诡诀又危险 嘴角还挂着一位不明的弧度 我往后退了退 僵笑一声 试图蒙混过关 你是不是认错人啊 我只是路过呀 沈世春一步步朝我靠近 是吗 我疯狂点头 正想找机会把手机抢过来 沈母却在这时候发了消息过来 完了 全完了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欲哭无泪 几秒后 寂静的空气中响起一声冷笑 你儿子进卫生间一个小时了 疑似便秘 建议多吃青菜 呵 你还挺关心我 他用拇指和食指撑开我的眼皮 那双骨人的桃花眼里暗光闪烁 不过 卫生间的用途可不止这一个啊 你想知道吗 我把头摇成了波浪鼓 连忙做了个小人磕头的动作 青汤大老爷 我只是个拿钱办事的 沈世春四笑非笑 拿了多少 一听这个 我就满眼警惕地看着他 你想跟我分钱 沈世春 我缺你那边 尸体有点不舒服 先死了 他把手机给我 又慢条斯理地开口 今天这事我可以当做不知道 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 假装我女朋友 我费解的抬头 试图理解他的脑回路 这一瞬间 我脑海中闪过了很多个疑点 这母子俩不会再对我先人跳吧 沈世春接着说 一个月两百万 我立马握住他的手 老婆来了 沈世春一脸无语 我跟着他回到了刚刚那个包厢 里面有三男两女 对我的出现十分诧异 尤其是其中一个长得十分漂亮的白群女孩 立马站起来 尖声质问他 称哥哥 这个女人是谁 沈世春握拳底在唇角轻咳两声 朝我低了个眼色 估计这就是他要我假装女朋友的原因了 我秒懂 然后假装不舒服地靠在他身上 哎呀宝宝 人家有点头晕 都唤听计较了 哪来的咯咯哒 扑吃 不知道是谁笑出了声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沈世春唇角微抽 僵硬地把我揽在怀里 随即朝他们淡淡说了一句 白群女孩不敢置信 眼眶瞬间泛红 称哥哥 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 我不信 沈世春语气冷淡 柳墨 你说想见我女朋友 现在也见到了 随你爱信不信 柳墨又气又委屈 除非你们亲一口给我看 我脸色一僵 下意识看向沈世春 老板 没说还要亲嘴啊 他像是证实了什么似的 像一只骄傲的孔雀斑仰起头 语气骄纵 不是男女朋友吗 这都做不到 下一秒 船上落下一道温热又柔软的触感 我睁大眼睛瞳孔地震 她的声音轻哑的像一片羽毛 勾得人心痒痒 加钱 我沉痛无比的又亲了回去 多加点 六 啊 在柳墨破房的 几乎要冲破房板的尖叫攻击中 我捂着耳朵 恍惚恍惚的离开包厢 而沈世春出来到现在 唇角的弧度就没下来过 仿佛心情愉悦到了极点 我心里嘀咕 看来摆脱柳墨对他来说 真的很高兴了 沈世春突然斜斜看了我一眼 倾可一声 柳墨是我的邻居 我爷爷跟他爷爷是战友 我比他大几岁 当时随口玩笑说他出生 要是女孩就结娃娃亲 但是两家都没有这个意思 柳墨心性单纯 不能让他一直误会 下去 原来是青梅竹马家娃娃亲 这不就是小说套路 接下来沈世春就该追七火葬场了吧 我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算是回应 沈世春醋眉 语气不满 你那什么眼神 哎呀 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妈那我怎么交代 一想到这个 我就粘了 一屁股坐路边的石墩子上 沈世春语气漫不经心 以前怎么样你就继续怎么样呗 我都说了 当不知道这回事 不过 他说蓝弯腰凑近 你需要暂时搬到我家 浅淡的薄荷清香萦绕在鼻尖 我正正看着他 映着夜色的优越眉眼 猝不及防的注视 让我心跳漏了一拍 我往后一仰 拉开距离 这怎么行 他似乎有些热 扯了扯领口 起伏的肌肉线条若隐若现 我呼吸一致 但话又说回来了 沈世春没稍微挑 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得意 搬过来不是更方便你监视我吗 况且柳墨到时候过来 没发现我家里有女人的痕迹 那又露线了 他朝我伸出骨节分明的手 双赢的是 对吧 像一只蛊惑人心的妖精 我别开视线 伸出手跟他击掌 他却握住我的手 食指向扣 牵着我往前走 我瞪大眼 你是不是耍流氓呢 沈世春 别回头 柳墨在后面 我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 闷闷不乐的由他牵着 给家钱 走在前面的沈世春 无声蛮蠢 知道了 晚上 我端坐在床中央 一动不动的盯着沈母 发来的那条消息 有什么情况吗 我坠坠不安的试探 你介意你儿子谈恋爱吗 那头回复很快 放心 我不介意 我松了一口气 你儿子可能暂时有对象了 以思为了让追求者放弃 而找的挡箭牌 这是他初恋哦 这两条消息几乎同时发出 我眨眨眼睛 沈母又撤回了上一条消息 既然这样 你不用再跟我会抱她的情况了 我大惊失色 那钱 沈母 我不会找你退的 我顿时喜笑颜开 吹了一大堆彩虹屁 发了最后一句 沈女士 合作愉快 下次有这样的工作 还找我呀 终于可以睡得好觉了 我沉入梦乡 丝毫不知道 我每天是建的那间房 这一晚 亮着的灯彻夜不熄 气 不得不说 沈世春确实是个合格的室友 我习惯做饭 她会主动洗碗做家务 倒也没有多震惊 毕竟是建了她这么久 也没见她请过阿姨 没有大少爷脾气 这点倒是令人惊喜 也让我们的塑料关系 亲近了一些 但沈世春时不时的行为艺术 让我有些苦恼 洗完澡 只为浴巾 被我撞见好几回就算了 喝个水还能湿到白痞 她也在冰箱前 昏暗的环境中 照明灯的光映在她胸膛上 勾勒出性感的肌肉线条 将身材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我的目光 黏在她胸前的两点红眉上 挪不开 喉间越来越干涩 视线不经意间相撞 沈世春眸光微凝 你流鼻血了 我下意识一擦 满手的血 沈世春朝我走过来 我猛地跑到卫生间关上门 江江 你没事吧 我边冲水边含后回应 没事 我就是有些上火而已 沈世春顿了两秒 是吗 我有些恼怒的喊 你快去睡吧 最回祸首是谁 你不知道吗 我一个血气方刚的大闺女 哪受得了这个 过了一阵 外面没声了 我松了口气 用纸巾堵住鼻孔后 捏手捏脚地打开门 却一头撞到了温热的胸膛上 头顶上方传来一声轻笑 可我总觉得 跟我有关 对上那双含笑的桃花眼 鼻腔又有着流涌动的预兆 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辗转反侧到半夜 我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 沈世春不会再勾引我吧 是错觉吗 八 柳墨又来了 自从沈世春说有女朋友之后 她就三天两头地过来找各种理由试探 正常人都知道 都能在一颗歪脖子树上吊死 偏偏这孩子还越挫越勇 不到黄河不死心 我莫名对她有种异样的恋爱之心 甚至都不好意思对她异样怪气了 柳墨气闷 喂 你那什么眼神啊 我慈爱地看向她 说吧 今天又要做什么妖啊 她打开电视 我们三个一起看恐怖片吧 嘴角的笑容瞬间凝固 看不了一点 我是真怕鬼啊 我刚想拒绝 她又说 你们以前的表现还是太僵硬了 根本无法让我相信你们是真正的情侣 只要你们今天通过了我的考验 我就再也不缠着撑哥哥了 可以吧 沈时琛 没问题 她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夹杂着私有若无的期待 我只当她在暗示我 只能硬着头皮点头 为了工资 我拼了 一抬头 刚做好的心理建设瞬间溃散 她放的竟然是十大恐怖片之一的山村老师 有些人看上去还活着 实则已经走了一回了 恐怖的音效一出来 我就浑身发抖 沈时琛将我揽进怀里 体温透过肌肤传递过来 仿佛有种抚平恐慌的魔力 令人安心的嗓音 稳稳穿透耳膜 害怕就把头埋我怀里 我没矫情 埋进她怀里 双手还紧紧抱着她的腰 嘶 这就是传说中的宽肩窄腰吗 好神奇 一下子就不害怕了 下意识在她结实的胸肌上蹭了蹭 丝毫没注意到 沈时琛的身体越来越僵硬 就 好变态 你的相册里竟然全是琛哥哥的照片 柳墨的声音突兀的响起 我睁开眼 发现她正用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 在翻我的手机相册 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 柳墨傲娇的还住手臂 之前看到一次就记住了呗 抢回来后 我有些不自在的看向沈时琛 她却反常的视线闪躲 耳间在黑暗中红得能滴血 我狐疑的打量她 目光却在某一处凝柱 沈时琛疏然起身 一声不吭的回了房 身影快的如同一阵风 柳墨得意的笑起来 陈哥哥肯定是被你的变态吓到了 你等着被分手吧 有点聪明 但不多 我按住发烫的脸 当机的大脑 这才一点点回归 这不对吧 那是恐怖片 不是导播小电影啊 柳墨见我没理她 语气不满 喂 姓姜的 你怎么不说话 我双眼无神地扭过头 直勾勾地盯着她 语气沙哑又诡异 我会一直是奸你 永无禁止的是奸你 持之横移的是奸你 没有尽头的是奸你 你上厕所 你洗澡 你出去玩 你换衣服 你入睡 你的每分每秒 我都在这看你 盯着你 注视你 永远到死 啊 她脸色惨白 尖叫一声 往沈时辰房间里跑 陈哥哥 救命啊 我吃笑一声 还治不了你了 刚伸了个懒腰 沈时辰房里又传出第二声尖叫 我过去时 柳墨带着哭腔 慌不择路地撞开我 你们两个变态 锁死吧 到底看到了什么 让她这么害怕 我刚想瞅一眼 房门通地关上 沈时辰抵在门口 她低头跟我对视 似笑非笑 看什么 我对视想起 当初是尖他的时候 她能在卫生间待一个小时 再结合刚刚的表现 在房间干出 什么都不奇怪吧 我的眼神变得有些微妙 她凑过来 悠悠盯着我 你在想什么呀 我故作自然地 拍了拍她的肩 男子汉大屁股 我懂 说完背着手 像个老大爷一样 溜达着回房 沈时辰语气无奈 唯 不是你想那样 我摆摆手 示意她懂得都懂 她按了按跳动的太阳穴 气笑了 十 再次收到沈母消息的时候 我有些正愣 沈母 你不给我发消息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我在床上翻了个滚 没忍住笑出声 那我继续给你发 沈母 好 这天开始 我又开始事无巨细地 给沈母汇报 不仅是沈时辰的事 还有我的生活碎片 她没有疑惑和不耐烦 反而句句有回应 我捧的手机 快笑成一朵花 沈时辰欲言又止 还带着点微妙的不爽 你跟我妈谈上了 我敷衍地回 工作呢工作呢 沈时辰 则 很快到了拍毕业照这天 出发前 沈时辰递给我一束 盛放灿烂的香热葵 她摸了摸脖子 故作自然地看向窗外 那什么 都说毕业要给女朋友送花 我猜你应该喜欢这个 我接过这盆花 闻到熟悉的淡香时 瞬间红了眼眶 怎么会不喜欢呢 我是外婆带大的 外婆有一块香热葵花田 小时候 她总对我说 等葵花成熟了 爸妈就回来了 长大了才知道 我是爸妈不要的孩子 只有外婆 把我当成宝贝养大 她还说等我大学毕业 她要摘下田里 最漂亮的花给我庆祝 可还没等到这一天 她就撒手人寰了 甚至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后来我才知道 她生了重病 为了不拖累我一直瞒着 现在我存了很多钱 可会在花田旁 等我放学的外婆 却再也回不来了 沈时辰看到我落了泪 一瞬间慌张无措 是不喜欢吗 对不起 我上前抱住她 谢谢你 我很喜欢 微风扶过 风铃微动 一声声悦耳的叮当声 和雷鼓般的心跳重合 分不清是谁乱的频率 十一 到学校后 是有看到我手上这盆花石 愣住了 江江 你这盆花 怎么跟沈时辰 送女朋友的那树正像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 表面故作震惊 不是吧 我在校门口 花店随便买的 沈时辰竟然有女朋友了 他们没怀疑 兴冲冲的给我看校园墙 里面截图了沈时辰的棚 有圈 只有一张向日葵的照片 和一行文字 恭喜女朋友顺利毕业 下面每秒刷新几十个评论 室友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上回介绍的那大师太厉害了 肯定是有人成功了 真羡慕啊 我心虚的后退两步 拍完就准备开溜 结果被水灵灵的抓去毕业聚会了 KTV包厢里 伴随着鬼哭狼嚎的高音 我默默在角落喝酒 室友吓坏了 你别喝了 你一喝酒就闹事 待会我们按不住你 我嘿嘿一笑 放心 我肯定改了 他说的是 大二那年 我们在寝室煮小火锅 还配啤酒 我没喝过酒就想试试 结果几杯下肚 就开始发酒疯 好不容易安分下来 半夜又爬到室友的床上 对他又亲又抱 第二天 在室友后退半步的动作中 我沉痛的发誓 这辈子再不碰酒 可都说一醉解千愁 能暂时忘掉 这毛线团般 剪不断理还乱的心事也挺好 手里在口袋里持续震动 眼皮越来越沉 不知道过了多久 躁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 耳畔想起熟悉的声音 轻裂中 一晕着嘶嘶浅犬 江江 回家了 趴到他背上时 闻到熟悉的薄荷凉香 情绪一下就忍不住了 沈时琛 你为什么要勾引我 为什么要给我送花 为什么要来接我 为什么要给我 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好不容易才抑制住 不该有的心动 沈时琛顿了顿 轻声说 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我带着委屈的哭腔 假的 他喉间微动 低压的嗓音带着诱哄 那 你想变成真的吗 我没回他 我的手已经伸进他衣服里 上下起手了 好热 好滑 好Q弹 沈时琛气笑了 你可真会破坏气氛 12 回到熟悉的床上时 我撩开眼皮 沈时琛近在咫尺 分不清是梦还是现实 于是我重新的钻进他的一摆开始 咄咄咄 就像在品尝奶油蛋糕上的诱人樱桃 沈时琛闷哼一声 将我扯出来 耳间的红早已蔓延到整个脖梗 他轻轻喘息 江江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我此刻色板包天 脑子早就被沈时琛勾引我的一幕幕占据 酒精上涌 压制了理智 于是我理不知气也撞 我作作怎么了 谁让你勾引我的 都怪你 良久 昏暗寂静的房间里 响起一声愉悦的嘀笑 沈时琛牵着我的手 在他腹肌上游动 对 都怪我 暧昧的气息 撒在我的耳阔 带着暗示和引导 江江 说喜欢我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哦 掌心温热的触感 让我喉尖干涩 大脑当机 我下意识脱口而出 我喜欢你 下一秒 一个缠绵的吻落下 不是浅尝折止 而是气势汹汹的攻城掠地 姿势倒转 我骑在他的身上 沈时琛轻拂着我的腰 喘息着任我肆意妄为 浑身的酸痛 让我连一根手指都懒得动 艰难的摸到手机 发现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沈时琛给我发了消息 给你煮了排骨汤 醒来记得喝 我很快回来 紧接着 就是柳墨挑衅的发来一张照片 两家人在饭桌上把酒言欢 柳墨 耶 准备商议我和称哥哥的婚事咯 我只见威权 没什么情绪的关掉手机 我不是棒锤 能感觉到沈时琛对我的不同 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短暂的相交之后 就该回到各自的轨道 就算不是柳墨 也只会是其他人 和沈母的合作也正式结束 毕业也代表着分别 于是我带着行李和千万巨款 悄悄地离开了这座城市 我没什么大志向 打算回去开一家 重满项日葵的民宿 一人两猫三餐四季就挺好 千万 千万不要来找我呀 就让我守着几个破钱 在潇洒的余生中 悼念我失去的初恋吧 十三 我没想到 会在回老家的高铁上 遇到另一个学弟 他非常阳光地朝我打招呼 哦哈哟 学姐 我拉上口罩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学弟 您脚健的身子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聊熟了之后 我知道他叫梁岩 是摄影专业的大三学生 这个暑假去拜访亲戚 顺便拍一些古村落 巧的是 他跟我在同一站下车 分别时 梁岩叫住我 笑容有些腼腆 学姐 加个联系方式吧 我对这一块不熟 如果有时间的话 学姐能不能给我当一天导游 我有些犹豫 他又说 一天一千 包可以的呀 钱不钱的 主要是帮助咱学弟进步 我含泪点头 有钱人遍地走 多我一个会死吗 梁岩笑得灿烂 露出两个小虎牙 可爱极了 我差点被晃花了眼 打开手机 首先谈出来的是柳墨的消息 呜 原来是退婚 你们所死吧 沈时辰给我打个无数个电话 还有沈母的消息 我想了想 还是给他道个别 感谢您这段时间的照顾 合作愉快 后会有期 是 与沈时辰 他估计已经看到我留的便签了 没必要再联系 去车站买了大巴车票 山路颠簸 我靠着窗 看着越来越熟悉的景色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底 十四 安顿好后 我抽出时间 给梁岩当了几天导游 顺便对民宿进行初步选址 探寻了不少 甚至我都没去过的村庄古迹 他还给我拍了不少照片 傍晚 他送我回家 我拿着相机嘖嘖撑起 你小子技术不错呀 给我拍这么好看 他并排走在我身侧 文言侧脸看我 满眼都是笑意 学姐本来就很好看啊 镜头都拍不出十分之一 瞧瞧 长得好看就算了 说话还这么好听 选好照片后 刚想跟他打去几句 随意一瞥 顿时将在原地 不远处 一个熟悉的身影 踏着漫天夕阳 逆光朝我走来 我正正看着他 一步步走进 沈时辰 他身上的短袖有些发皱 眉眼间染上了淡淡的眷意 一看就是风尘仆仆赶路过来的 看到我和梁岩走在一起时 向来擒着笑的唇角 抿成了锐利的弧度 满身沉甸甸的低气压 两人对视 一个轻松 一个漠然 梁岩含笑开口 原来是沈时辰学长啊 听说你要订婚了 恭喜啊 沈时辰一把挽住我 扯了扯嘴角 笑意却不搭眼底 我女朋友在这 我跟谁定吗 当着我面造谣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想挖墙脚呢 别以为他不知道 这小子之前在校园强捞人 要不是被他拦截下来了 还不知道会怎么勾引他呢 我浑身僵硬 一动也不敢动 梁岩说了笑 目光落在我身上 学姐 被威胁了你就眨眨眼 我会救你的 沈时辰吃笑一声 仿佛在嘲笑 她的自作多情 眼看着村里 越来越多吃瓜的目光 朝这头来 我只感觉 明天就要身败名裂了 别忙冲凉眼示意 学弟 你先走吧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 无声弯唇 好吧 学姐 下次见 拿着相机的少年转身离开 背影一点一点消失在夕阳中 沈时辰挡住我的视线 嗓音森寒 好啊你 不告别 转头就背着我着眼男人 怎么 还依依不舍的是吧 我压低声音 你不要无理取闹 哦 这么快就互上了呗 我冷着脸往家走 我们本来就是交易关系 现在交易结束 各回个家 不是很正常吗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沈时辰跟在身后 柳墨的是我可以解释 那天我们两家 是把这个事说清楚 不是什么订婚 我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哪怕只是一句玩笑 我也不想让你有误会的可能 心间骤然酸涩 我忍住回头的欲望 冷硬道 我们不合适 哪里不合适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 沈时辰攥住我的手腕 迫使我面对他 他谋色忧深 钱 陪伴 哎 就连身体我都给你了 你还想要什么 我说 清静 沈时辰 哇塞 十五 我甩开他回家把门锁上 生怕晚一秒就会心软 有时候 我承认自己理智到激进冷漠 但很多时候 不是相爱就能抵外难的 就算在一起 他家人会同意我们结婚吗 他们会尊重我吗 在这些现实因素没有解决之前 一切承诺都是空谈 比起飞蛾扑火 奋不顾身的跟他在一起 我更爱自己 晚上 我透过窗往外看 确定他走了之后 才微微松了口气 电话铃声响起 看到显示的备注时 唇角微扬 江江啊 听说你毕业回家了 怎么不来看我呢 好久没见了 我明天下厨等你 一定要来啊 我甜甜的硬铃声 好 本来就打算这几天去看您的 但因为年轻明节 我回村给外婆扫墓 在县城买东西的时候 刚好撞见有人抢劫 一个阿婆的金镯子被抢 他慌的眼泪都出来了 到警后 我大喊抓贼 冲上前试图阻止他 县城本来就小 我和几个好心人合力 很快把他抓住 后来我陪着阿婆 去警察局做笔录 他一遍遍擦拭那个金镯 满目怀念 这是我们家老头子 结婚时给我买的 可不能弄丢 阿婆姓李 跟我外婆年纪相仿 我不自觉想亲近他 一来二去 我们的往来渐渐变多 他一个人住 儿女都在大城市 我每次回老家 都会陪他吃顿饭 十六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 提着牛奶和水果 就去了李阿婆家 门打开后 我刚仰起的嘴角 顿时凝固 笑容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沈时辰自然地 接过我手里的东西 他眼底盛着光 语气熟眼 是小姜吧 来就来 还带什么东西 真破费 我一脸见了鬼的表情 怎么是你 李阿婆走了过来 看到我时满脸惊喜 哪怕满头银丝 依旧精神绝朔 姜姜 快来 准备开饭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外孙 沈时辰 我僵硬地点头 刚想客套一下 糊弄过去 沈母从李屋走出来 笑一吟 妈 他俩认识 我两眼一黑 两股战战 急于先走 您怎么也来了 不会是事情败露 来找我麻烦的吧 沈母眉眼柔和 我来看我妈 顺便帮这个 不争气的东西 追女朋友 李阿婆表情 有些云里雾里 沈母三两句 简单解释了一下 她顿时惊喜地拍照 原来 你们已经在一起了呀 我还说撮合你们呢 真是天赐的缘分啊 我弱弱地想开口解释 被沈时辰无嘴拉上楼 江江 都见过家长了 你别想给我跑 我怒瞪她 这是怎么回事 沈时辰倚着门 眉梢眼角都韵着笑意 你不就是担心 我家里人不同意吗 那你现在知道了 我妈很赞成 我外婆也很赞成 我爸没资格不赞成 原来从沈母找到我开始 一切都是他们母子的计划 我愣了半晌 原来 我还真被你们仙人跳了 我警惕道 你想要回去 不可能 他好气又好笑 放心 都是你的 所以现在 你能没有后顾之忧的 跟我在一起了吧 我看着他 没说话 沈时辰超 不经意地思维一声 钱太多了花不完 要是有女朋友 能每个月给他五百万就好了 我立马握住他的手 女朋友来了 视线相撞 此刻我们的眼中 只有彼此 沈时辰伸手将我拥进怀里 眷恋地在我颈尖蹭了蹭 我很想你 窗帘勾勒出风的形状 风铃奏响心动的乐章 很想你 十七 完成民宿的前期准备工作后 正式开始动工 我抽空跟沈时辰回了一趟京市 再见到柳墨时 他正在跟小跟班逛街 小跟班不屑地对我发了白眼 默默 这种乡下长大的穷酸货色 沈时辰肯定只是完完而已 过段时间 他一定会后悔的 没想到马屁拍到马腿上了 柳墨冷下脸 我也是乡下长大的 你是骂他呢 还是在讽刺我呢 小跟班瞬间白了脸 灰溜溜地离开 我没想到他还能为我说话 一时间心情有些复杂 沈时辰跟我说过 柳富抓住风口发家致富后 他们一家人才 搬到京市 柳墨小时候 也是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 所以家里很溺爱 养成了骄纵蛮横的性子 但他却从来不会瞧不起穷人 即使之前这么讨厌我 也没有讽刺过我的出身 柳墨表情有些不自然 我可不是帮你 我只是看不惯他而已 啊对对对 他瞪了我一眼 又别别 扭扭地说了句对不起 总之我不会再缠着撑沈时辰了 其实我也不喜欢他 只是习惯别人把我们凑一对了而已 你不要一生气又跑回老家了 我有些心累 真不是因为这个 柳墨恍然大悟 那就是因为沈时辰太变态了对吧 我上回不小心踢翻了一个箱子 里面密密麻麻 全是你的照片 他顿了顿 又鄙夷地看向我 哦你也变态 你们天生一对 锁死别出来吓人 不得不说 柳墨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趁着沈时辰去公司 我溜进他的房间 真的找到了一个半人高的纸箱 里面全是我从大一到大四的各种角度的照片 好啊 怪不得能想出这么阴间的追人主意 原来自己就是个阴间人 我又调出我的手机相册 沉默了 好像我也没好到哪去 十八 沈时辰回家的时候 没看到我 给我打电话 铃声在我的房间响起 却依旧没有人回应他 他动作微顿 走上前缓缓打开房门 下一刻 眸光凝滞 房间里铺天盖地贴满了他的照片 窗帘拉上 只从缝隙里 拓进了一缕光 显得诡异又错乱 他往后退了退 耳盼响起一道悠悠的声音 被你发现了呀 我会一直是接你 直到永远 他将在原地 喉间滑动 一次失去了所有力气和手段 我满意一笑 刚想打开灯质问他 一刹那 天旋地转 我倒在柔软的大床上 沈时辰轻笑一声 在昏暗的光线中 情侣欲无限 滋生蔓延 我清晰地看到他拖掉白涕时 紧绷的腰线蓬勃而有力 慢慢看 比不了 这是真变态 我咽了咽口水 想要爬走 被他攥住脚踝 湿热地稳缠了上来 昏沉中 我咬住他的肩 为什么会有我 从大一到大四的照片 你到底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 沈时辰将我抱得更紧 雅笑道 一眼还很长 暗恋你的故事 我们慢慢讲 全文完 翻外 沈时辰一开始 只是对那个女孩感到好奇 因为在哪都能看到他 大一寒假 他在校门口的咖啡厅兼职 他对每个顾客都笑得很热情 那天他刚从公司实习结束 满身疲惫地路过 透过落地窗 被他的笑容 谎得有些争忠 沈时辰站在门外 不自觉拍下了这一幕 鬼使神差的 他进去点了一杯热拿铁 后知后觉 已经快到晚上了 谁喝咖啡啊 他提着手中的袋子 不由沈笑 不过 还挺暖和 后来每天去那里买一杯咖啡 成了习惯 大二暑假 他在便利店兼职 上了一夜班 他好像对老人格外友好 有个石荒婆婆 躺在便利店外面 他这婆婆接了一杯热水 还让他进来睡 又给了他一个包子 店长说了他什么 他双手搓了搓似乎在求饶 像一只小猫 好可爱 开一张 大三 他又去捉求俱乐部兼职 沈时辰本来是不相信 天令缘分这个词的 但现在他承诺了 而这一天 这个叫江江的女孩 主动跟他说了第一句话 先生 办会员卡吗 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哦 沈时辰 他办了五年的会员 那天 他眼神就像在看财神爷 沈时辰一直都知道 追他的人不会少 长得漂亮 专业成绩好 又吃苦耐劳 谁会不喜欢呢 可是他一个也没有答应 独来独往 除了兼职 几乎没有社交 每天三点一线 偶尔会去买一束项日葵 那天 他看到有几个人渣 总是用下流的眼神撇他 装什么清高啊 也搁都追他这么久了 跟个木头一样 切 故意拿瞧呗 那个叫野哥的 是个富二代 失笑一声 今天我还就要把他拿下 沈时辰手臂上 煞时轻轻浮现 抑制不住的木火 灼烧他的四肢百骸 眉眼冷的骇人 那晚 他把那群人打进了警局 自己脸上 也轻一块一块的 却没有什么时候 比此刻更清晰自己的心意 沈母来接他 母子俩在长椅上坐了很久 久违的一次谈心 沈时辰有些不自在的轻咳一声 妈 我有一个喜欢了三年的女孩 沈母 谈恋爱我不管 但结婚的话就要考虑清楚 她脸没一笑 我喜欢的人 心理防御很强 对任何形式的接近都避而远之 要想软化她 必须要付出全心全意的喜欢才行 如果我只是抱着和她玩玩的想法 一个照片就会被宣布出局 沈时辰抬头 认真看向沈母 所以 我跟你说这件事 是我确定未来指挥是她 我希望你们能接纳她 不想让她跟我在一起后 还有任何后顾之忧 她喜欢姜姜的笑容 不想让她染上一丝愁绪 沈母了解自己的孩子 心慰又心疼 有照片吗 给妈看看 沈时辰调出手机相册 修难无比 不知不觉间 她拍了人家这么多张照片 却话都没说上几句 沈母微笑着接过手机 看到照片的瞬间 表情变了变 沈时辰心里一紧 怎么了 沈母给她发了一张合照 主人公正是江江和外婆 沈母愧叹 你们还真是有缘分啊 但是 妈是过来人 这样的女孩清醒独立 你怕是很难走到她心里啊 沈时辰深深注视着那张照片 唇角上扬 没关系 我有耐心等待 临近毕业 沈时辰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一个她送上门的机会 也是走进她心里的机会 翻外玩